最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谈一下 速成策略第三 它有一个八大答题的技巧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刚刚前面两个 第一个5W1H跟那个什么 出现次数最多的字词 这个都是general part 我要看主旨 我要看关键字的时候我们会用的 可是如果细节的部分呢 我们会用这八大的答题技巧来去处理 第一个先找题目的关键字词 我们刚刚的那个技巧就可以找得出来了 再去寻找它相关的文具 这是刚刚的 第二个呢每一段落的第一句跟第二句是主题句 基本上不会超过第三句 一到三句是我们的主题句 正式的写作的时候 那你会说为什么说不会是第一句 第一句有时候它会为了 arouse the audience's attention 我这个人要引起那个读者 我的那个readers或者是audience的attention 他的注意 所以我就会必须写 我会写问句 就说你曾不曾经觉得室内呼吸觉得不太顺畅 觉得好像呼吸的空气不太新鲜 这样他会用个问句来问你 因为他要引出什么东西 像我们刚刚讲的室内空气污染与室外严重 他就会用一问句 为什么他要让读者在看的时候就想想说 对耶我有这个情况 所以这个情况的话他就会阻止主题句可能会出现在哪里 第二句或第三句 答案常常是主题句的改写 如果你今天是考这个四五等以后的 或者是比较简单的公务人员考试的话 他当然会给你一些matching比较容易的字词 就是说大概长一样的 可是如果到高考或三等的同学 别傻了 我们一定会换字 他一定会改写 但是虽然说意思一样 可是我们会在第二步可以再看出什么东西 你对同意支持有没有非常多的涉猎 你有没有非常多的理解 所以改写的机会很高 再来第三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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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